周一部日前研拟31K方案引起各界关注 生怕22K噩梦重演 劳团跟痛批这恐怕又是一桩开启青年起薪破盘价的计划 究竟要如何改善台湾低薪问题呢 带你一起来了解产业界与劳团的解方 看到教育部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就感到相当的惊讶 定苗薪资定苗效果 也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破盘价 劳团痛批政府带头祭出青年薪资破盘价的 就是这个外建称为31K的补助企业提供实习及聘用方案的计划 教育部研拟针对在企业超过六个月的实习生 保障最低基本工资208元 若是实习生转为正职员工 则保障最低薪资31K 两阶段都由政府补助企业2万元 以工程奠基设计领域优先 以此鼓励企业建立良好的实习机制 保障薪资所得 此项计划不只劳团不买账 相关产业也认为短期可能奏效 但无助于中长期人才培育发展 事实上大家做过普遍调查以后 一年后薪水都是30K以上的 那这样的结果大家看 原来有人有更低的价钱 那大家会不会说 那我在开始的时候 我就会用比较低的价格去试 产业工会认为注意不大 主机总处数据更显示 今年一到三月工业及服务业 经常性薪资已超过38K 再在都证明想借由补助企业 拉高薪资的做法 恐怕无法对症下药 如何打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让员工能够发挥 让厂商能够赚钱也很重要 在类似这种所谓的求财的成本 又转嫁给劳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教育部该做的应该是导致 这样的一种扭气的做法 面对各方质疑声浪 教育部22号紧急声明 31K方案早已在今年5月3号 被劳动部打回票 不过还是引起各界关注 毕竟22K噩梦因见不远 就怕压低起薪的市场氛围 会因此而卷途重来 UDN TV 秋恩 梁立林 台北报道